中文台 企业管理 低级水平是管市 中级水平是管人 高级水平是管心 企业的心就是企业的 价值战略和经营模式 美国发表国安战略报告 看天天都掉 中国时报 特朗普当总统已经一年了 现在要发表一个国家战略安全报告 有多少人有70页纸 将美国优先化更加具体 洛杉矶时报也是讲American first 就美国优先第一 共同网 那么班农也是特朗普的智库之一 在东京发表演讲批评 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属国 这是中国时报 那么另外就是这个管 改革税挡不住猛火 所以要美国要搞一个防御的战略 那么经济报 中美经济有一些经济摩擦 关于WTO诉讼的一些问题 还有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 这是经济报 特朗普的国安报告说 可能要批评中国的经济侵略 视中国为经济的威胁 那么当然是不针对中国了 他这么说 旺报报道 特朗普的新战略是指大陆 是竞争对手 这是旺报是台湾的 另外金融时报 那么现在贸易和中国的关系 考验着全球的体系 包括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 美国人主要对这个WTO呢 有意见 他觉得这个游戏规则不利 他未报 卡梅伦还认得吗 这是原来英国的首相 现在拿了7.5亿英镑 搞什么呢 要参加一带一路的建设 他在一带一路激进 出任高级职务进入时报 另外是东京新闻 日本也要搞一带一路了 安倍改变对华的牵制战略 准备联合搞一带一路的构想 所以呢美国就比较紧张了 共同盲 旺旺报报道 大陆经济会议今天要登场 这是台湾分析认为 主要是风险投资的管理 杠杆的管理 主要是国企的改革 农业现代化 以及环保等问题 重点很多 经济报 习近平平明年九大经济重点 注意这是第一次实现高质量发展 是根本要求共济测改革为主线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无染防治三大攻击战 实行村乡振兴战略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新生全面开放格局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加快住房制度的改革和长效机制的建立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这是央视新闻 经济日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天可能要召开 这是猜的 另外是聚焦经济转型 另外也是环球时报 也是讲经济调整战略 忘冒报道 经济学家利宁说 改革不能拖 否则会被淘汰 中央通信社也是说 新旧发展模式更替 是迫切的革命 另外是日经中文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球都很关注 现在是重视防范金融风险 长期稳定的发展很重要 那么大公报 美元对人民币近年的变化 我们看07年到现在 07年到现在最高是7.78 现在最低的时候 13年是6.04 那么还是要注意控制杠杆 防止金融风险 另外是金日报 清理灰色金融上海先行 灰色就是说有些机构呢 不在上海注册 想脱离上海的监管 上海不会饶了的啊 大公报 房产泡沫地方债务 必须要警惕啊 看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呢 保持在8.8到8.5之间 另外是华尔街见闻 二三线城市的房价 在扩大一线的房价 在微降 看有没有 这是国家统计局关于房价的 这个曲线 北上广深三个四个城市 是这样情况 金日报 香港人均居住面积是 160平方英尺 大约是合16啊 大约啊 16平方米 这香港的住房情况 金日报 美国税改 今本周表决啊 赶在圣诞节前落实 送给美国人的一个大礼物啊 路透社有报道 金融时报啊 那么现在是特朗普啊 他上台这一年呢 人们发现他做的事情呢 该比他啊 想象的还要好啊 就是超出人们的想象啊 另外但是在马上中期选举 2018年中期选举呢 现在看这个数据呢 现在绿颜色的啊 蓝颜色是民主党 现在民主党的民调不错 但是特朗普的团队啊 已经在着手 2018年的选举了啊 华盛顿邮报 中央通信社 特朗普社 无意开除通俄调查的 特别检察官米勒啊 金日报 因为米勒呢 非法一些收集了很多的电邮 现在就开始天天复事会 星岛日报 中国海南航空公司的科技 首次降到南极啊 开启了自主团的新年代 新时代 从香港出发 走了20个小时 中国时报 因为虽然中国去南极有旅游团 这第一次中国大陆自己的航空公司挺进南极 中国的游客是仅次于美国啊 全球第二多的去南极旅游的人啊 另外是台湾旺报报道啊 搭自家的飞机 哎呀 就是海航的飞机啊 中国的游南极啊 那么当然以后有可能 中国还会买这种飞机叫什么 中俄联合开发的CR92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飞机能走1.2万公里啊 就不用转直飞南极啊 当然这是个遐想了 也等做好再说 现在做好的只有9C919是中国自己的啊 C919昨天试航了 飞行高度达到15000尺啊 这是第二家的国产C919C 就是中国的标记啊 就是俄罗斯的标记 这就是明报报道 诈公报 中国破译细胞啊 返老还童密码 这是广州的开发呀 是大湾旗又有个创新 可以及时的整治癌症啊 修复衰老创伤的器官夺牛 哎 这是联合照报 中国未来三年严打扶贫领域的腐败和数据造假 注意 这中纪委的重点行动是18年到20年 服务品的专项做份调查整治啊 文汇报 最高检察院 说依法快补快速电骗犯 这个电骗太可恶了啊 现在已经对两万两千人提出公诉 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六 那么这是经济日报 广东省管网啊 就管器管道器的天然气啊 啊书同道啊首次内地啊 有省级管网向国家级管网反书天然气 这叫南气北书啊 广东向国家管道器啊书七 大公报 那么哎呦 香港专校校长批评那些搞毒的人 你们选错学校了啊 这个陈校长 他说什么呢 当年英国殖民者在这打压我们学校的时候 我们都没被打垮你们到这来你们选择学校了批判这种毒气啊 阳正气就是好校长啊港专的好校长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明报报道 林郑月娥特首说二三条立法经界就要处理 这是经济报 大陆的军机再次绕到台湾岛巡航啊 台湾说我全程监视啊 那么这是联合新闻网 说共机再度飞跃岛链啊 共就共军的空运的空军的飞机啊 他这是台湾的说法 忘冒冲破纪录 大陆的无人艇技术啊 澳全球啊 天行一号世界最快啊 这有黑龙江的 有上海的啊 哈尔滨大学哈尔滨工资大学和深圳的合作 还是上海大学合作 哎 中国的无人机很厉害啊 哎 现在就是放烟花 不用放烟花放无人机放一大堆很漂亮啊 另外就是2020年有什么上太空的 是中国大陆自己研发的主动型的氢原子钟 这非常的钟啊 这全球最终最终的了 应该是网报啊 Politico还有中国时报 都是说啊美国当年啊 拆了啊6.5亿台币调查这个UFO UFO就是无人机啊 也就是说这是公布了当年嗯 嗯呃这个美国国防部涛科研经委研制这个东西的原因 他主要害怕俄罗斯和苏联 中国掌握这个技术纽约时报 但是俄罗斯总统表扬啊特朗普团队啊 感谢中情局帮助提供信息 他们破获了一个反恐的行动 这个恐怖分子准备在圣彼得报告搞一个大爆炸啊 所以普京感谢特朗普总统说 我们也会给你们提供相应的啊情报 这俄罗斯卫星东线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期待和美俄美的特工部门呢 重启信息交换极致 啊另外是韩国时报 韩国人对这个他们总统访问中国呢 啊感到非常高兴啊 认为表现不错啊 加强了重新启动了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啊 韩联网也是讲 大多数国民对文在英的访华表示满意啊 文明报报道 那么2017年韩国的年度成语是什么呢 叫破携险阵啊 这是共同网日韩外长将于19号会面 商讨应对朝鲜和非安妇的问题 韩联网 那么韩国外长19日访问日本 共同网 那么日本准备要设什么呢 太空机网上级部队啊 要是设立这么一个部队来进入到防卫大纲 明报报道 现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韩国移民啊 设置涉嫌在黑市帮助朝鲜 卖这个离导弹的技术啊 挣钱这被澳大利亚的警方给抓了啊 BBC有报道 Newsweek和经济报都讲 中俄协同反倒有新的突破 哎呀太好了 这是人民日报 讲为什么美国不想解决朝鲜这个敌人呢 有详细的分析啊 主要是要维持朝鲜作为美国一个有价值的敌人 这样他就可以把日本和韩国拽过去 Daly News 现在耶路撒朗被美国承认是大使 那首都以后呢 土耳其总统也说了啊 只要在上帝的容许下计划将东耶路撒朗设置土耳其的大使馆 另外是埃及啊 组织会阿拉伯国家会反对美国这个承认以色列耶路撒朗为首都这个事啊 那么我们看看历史很有意思啊 这是明报报道 注意白颜色是犹太人居住店 深颜色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店 在1946年这个国家是这个样的 到了四季年白颜色以色列人犹太人多了 到了六七年犹太人住的更多了 到了现在白颜色都是犹太人住 深颜色是巴勒斯坦人住的啊 所以落后就挨打啊 明报报道 巴勒斯坦的巴基斯坦人肉炸弹西西教堂 可能是伊斯兰国组织搞的啊 这是联合早报 马克隆啊 就是法国总统 说叙利亚境内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呢 到明年二月可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另外是信道日报 这个豪华的宫殿是在法国谁买的呢 现在是个不知道的名字 但有人猜是谁呢 纽约时报 是那个反府的那个沙特的王储 他买的 哎呀 这对他的形象可能有所影响 但没有说是谁买的 这是猜的啊 自由时报 讲什么呢 波音747号称空中女王 拜拜了再见了 这是最后一个航班 以后美国就不飞 波音747了 没有了 CNN 那么亚特兰大的大机场 美国的叫哈德菲尔德杰克森机场 停电 这麻烦 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停电 是不是该换新的电线了呢 经济日报 民调显示 超过一半的英国人希望继续留在欧盟 而且多过啊 这个希望脱离欧盟的人百分之十 文汇报有报道 智力向右转 前总统叫皮涅拉 东山再起 这是个有钱人 美国之音 现在阿根廷的海军负责人 因为潜艇失事被解职 他电池没给换啊 明报报道 起得这个颠风袭击 菲律宾引起洪水 发22万人受灾 26人死亡菲律宾啊 这是信号报道 红十字会 说帮助难民要渐渐放眼 亚洲啊 现在欧洲没有办法了 没钱了 联合早报 台中的南部民众参加反对空气污染的大游行 联合新闻网 所以可能要争费用 中国时报 现在九所一流大学 获得台湾的教育部承认 就到大陆上学获得当台湾的承认 有些学校 现在这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呀 可想留下来工作 但是找到的工作很少 有多少人想留下来 95%的外国留学生 在中国想留下工作啊 信道日报 那么张祥 现在成为香港大学的一个人选啊 所以大公报有个社评 叫欢迎张祥掌港大 明德格武在弘扬啊 大公报 这是一位美籍华人 另外是李嘉诚夫妇出席汕头的中以科教教科交流 中国和以色列文汇报也是 李嘉诚未来八年要捐汕头大学20亿 广告回来 记读报 中国海航的飞机首次用客人到南极 请看天天焦点 美金网啊 报道 中国去南极的旅游人数 九年涨了四十倍 去一趟你要花多少钱吗 要花六十万 这地方有啥好的你 旺报报道 现在大陆去南极旅游的价格啊 和台币呢 十天的团是一百一十三万啊 还有二多天呢 一百三十万 还有一百八十万到二百二十六万 注意就是台币啊 除以四大约就是人民币啊 那么大陆在南极已经建了第五个站了 战略地位在提升啊 旺报 南极考察三十三年 大陆将带头搞环保科研啊 在南极 好 接着观点 中国商用飞机首次运客直达南极 注意看南极上面这个地图有五个五星红旗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在南极已经有五个啊 地面科科学站了 那么这回是谁呢 这回是中国的这个海航啊 海南航空公司啊 他注意啊 我们中国去年啊 16年去这个南极的游客已经接近四千人了啊 但是呢 我们都是租的别人的航空公司 或者是租的别人的船 我们自己就没有直接这第一次 中国自己的商用飞机也就是中国海南的直接把客人呢 从这个香港啊 先拉到南非啊到南非呢开普顿 那么从香港到南非要飞多少时间呢 15个小时 然后啊 再从南非飞到南极要5.5个小时 然后到了这就啊 这个海航就没有这个航线了 那要租当地的飞机呢 再从南极的边上飞到南极的中心 大爷再需要6个小时 你愿意去吗 最少的10万块啊 最多就80多万块钱 南极是最豪华的这个啊 最有挑战性的地方啊 首先第一个挑战就没有钱 但我们看中国在南极的发展非常快 我们中国第984年 第一次才开始了对南极的考察 到现在呢 33年过去了 中国已经在南极建了5个地面站 注意这个站啥概念呢 这个站就是我们比美国少一个啊 美国6个 但是我们比比这个澳大利亚多啊 澳大利亚是3个 那么我们去干什么呢 就代表人类 我们去搞科研啊 研究气温啊 研究他这个海洋的一些生物啊 那么中国的游客也在不断的增加 2016年中国去南极的游客高达啊 3944人 你想这位海航带过去22个人 都是论人头数 这些人既有钱又有闲 又有时间啊 这样的话呢 他就能去 所以非常有趣的 这个今年预计大概能达到5000人啊 又比去年增加1000人 我们去南极的中国人 是仅次于美国人 美国是世界上去南极最多的人 其次就是中国人 我注意的是商业旅游啊 那么人的这个结构年龄结构非常有意思 刚才我讲有钱总得挣上几年前吧 所以呢 基本上统计年龄呢 46岁到75岁的这个游客呢 占到58% 另外南市啊 南的占到60%啊 那么就有钱有钱的人去 那么南极的花费 刚才我讲了 起最少你得做10万块钱的预算啊 人民币 那么多的话 那要做豪华游轮区 走上个半年 好长时间的话 那要多少时间 要88万块钱人民币啊 那么 但是说年轻人 去或者没挣到钱的人去就不想谈 说没挣到钱的年轻人去哪 大多数中国年轻人 现在啊 好多地方已经去够了 要去哪 去急去 急点旅去 南极北极 所以年轻人钱不多的去北极 为啥 北极便宜 北极去一趟啊 也就两三万块钱人民币 嗯 那么另外这回为什么走这么远 我为什么要说时间呢 你从这个香港走到开普顿啊 你要走15个小时 开普顿再飞到南极 又需要5.5个小时 从南极标上飞到南极中心 又需要五六个小时 那以后有没有更好的路线呢 注意 我刚才介绍中国和俄罗斯 正在研制啊 大型客机 大型客机的代号已经有了啊 CR C是中国 R是Russia 俄罗斯 也叫929 它的这个满载的航程多少 1.2万公里 那么1.2万公里将来 就可以从中国直接飞向南极 啊 那一个时候就方便多咯 所以今天写个字 什么字 对 就是木头 木头是最早坐飞机的材料 但是我们今天是 喝金属 要去哪呢 去南极 北极旅游啊 急 好好 对 都有 等不加 是 1 3 2 6 11 11 6 11